记者汤士明张化报道,张化县花坛乡武德县德宫中路武财神最近降使,天庭需要20亿元填库金,消息传出信众热情捐助三卡车总重达3公吨的金质,市价总值85万元,今天先运来1.5公吨堆积在广场,法会仪式后引火燃烧,顿时浓烟密布,张化县环保局派员到场监控,县德宫人员, 则无奈说是神明教旨,就算北伐也是要化给神明,为信众消灾解恶修财运,环保局则强调将一空无法开伐,武德显德公神物组长张燕杰指出,所谓的天库金是给天庭的神明为信众疏通,办事情的金钱,但中路武财神最近降使,表示天库金不足,要求补20亿元的天库金给神明,信众得知消息后 相当热情,短短数日就涌入于20亿元的天库金,换算市价约为85万元,纵重量达3公吨,由于数量太过庞大,因此分量批来话给神明 今天公庙人员运来受逼1.5公吨的天库金,在请示过神明并举行相关仪式后,下午30公庙人员引火点燃天库金,瞬间整堆长15公尺,高1公尺的天库金陷入火海,且浓烟窜天,环保局人员也在货报后派员现场监控,并要求喷水熄灭,不过,整堆大火仍经两个小时燃烧才熄灭, 近日内将再进行燃烧第二批1.5公吨重的天库金,换给天庭神明 显德宫神物组长张燕杰表示,这次信众热情捐助超过20亿元的天库金,已经补足 环保局则指出,一般寺庙若有具备通风与安全装置的焚烧设备,则不会开阀 但伍德显德宫是露天燃烧,已有违法事实,因此将一空无法开罚1200元到10万元不等金额